大家 今天介紹一支大馬四格折刀 這是熊一子刀場的3.5吋的鹿角餅大馬四格 這上面標籤都還在 這純粹的收藏 收藏刀都沒有使用 它這種插件就是那種塑膠 然後去加熱 然後用模子 把它壓成這樣 這很容易都破掉 小刀的盒子比較會被保存下來 因為它不佔空間 大刀都丟掉 小刀盒你老是會展示的 有了 一個框裡面就放三四十支 這個也沒用 這紙盒就沒用 這紙盒本來就不是一個耐 這種磨損 這種包裝 都沒有上光 都沒有上光 而且兩色印刷 黑跟綠 這兩色印刷就是說你黑色 你就去調黑色 那綠色你就是去調 黃色跟藍色一起調 假如要深密 你就 藍色調多一點 再加一點黑色 它就變這樣 然後它就印刷之後 就兩塊板 然後在這個網板做的時候 像這個你看 它這個同樣黑色 它有很多種不同層次的灰 灰階 這個就叫灰階 黑色從白白色到 百分之一百黑色 這個可以 可以做成八層 印刷 我在印刷上 更先進的 它可以做成五線層 看你要怎麼弄 你要怎麼弄 這個層次可以做很多 用電腦去做 它這個就是你 你顏色很深的時候 它的同樣一個面積裡面的 網點數比較多 比較少的時候 比較淺 網點數就比較少 就這樣來做 這個是紙盒 好 這是刀 這是鹿角 那這個是森霸鹿的鹿角 這個是早期 熊魚子刀場的 它這個是 1995年 1995年的 二十幾年 它這邊有一個 十個 M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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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個熊魚子刀場的 合伙人 信的縮寫 性的縮寫 USA USA 前後有這個點 一邊三個一邊兩個 所以五點 拿了五點掉 就是1995 五點 應該是1995年 1995年時候的刀 好多了 然後這個 這個是3.5寸 3.5寸 這個刀已經在 好像十年前停產 因為 第一個 它也沒有 很多這種 鹿角可以使用 因為現在已經變國際禁運 所以它現在都生產 這種 谷底 還有一個熊魚子 刀場現在生產很多 這種現代化的這種刀具 都是上活絲的 所以它這種傳統刀具 就慢慢就 數量就沒有像以前那麼多 那麼多 這隻刀是 不是用 銅的頂酸跟瓶 它用捏合鏡 捏合鏡 它會 很 這個 閃爽挖光 那這個是3.5寸 一般來講 這個 餅跟刀片 大概差1寸 它還留一個空間 這個 刀要收在餅裡面 所以它 一定不能跟它一樣長 一樣長就跑出來了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背鎖 背鎖 那你就可以 用單手開 用單手開 用單手關 貼在 那個 褲子旁邊 就可以 這樣管 好 那 它的是 最劍刀 它這個是平膜 都沒有 都沒有 沒有那個 奧膜 你看那個 黃光 黃光 它是整面黃光 所以它是平膜 這個 鹿角大概厚度大概是 0.5公分 這算厚 小的刀裡面 算很厚 你看它看起來 胖胖的 那個 鹿角你不能無限制的厚 並不是 以這個厚度 越厚的 然後越棒 這個 沒有人教你這樣 你要 視切 就是說你要刀握在手上很舒服 並不是說我鹿角越厚越棒 就有人這種想法 我有一個朋友 他這個鹿角這麼厚 大概快1公分 他說那是刀 也是胸椅子的 好像是4點多吋 他要賣300塊美金 那誰跟你買 那個 他說 他從來沒有看過 有這麼厚 那搞錯方向 我們 我們是買刀 不是在買鹿角 鹿角 只是說你的 餅材 它是來自鹿角 只是這樣而已 那個 並不是說 我這個刀 要有了鹿角這個刀才珍貴 並不是這個意思 他常常搞錯 那現在 現在是意思是講 就是鹿角的刀 就是比 一般的 骨柄 貴50塊 看大小 50塊到100塊美金 有的時候貴 500塊美金都有 因為鹿角現在 很少看到 然後 尤其越大的刀 的鹿角 越難得 鹿角隨便一下 一長 他說長出來就完了 那你那個大的刀 你看這隻鹿角 它這個 它長出來就歪了 所以你要起一個 直的部分 就只有這裡了 這個大概兩寸多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 找到那個很大的刀 它是五寸的柄 這個就失敗了 這隻鹿角它就沒辦法用 因為它沒有五寸那麼平的地方 沒有五寸那麼平的話 那怎麼辦呢 它就要切下去 一切都切到 切到裡面的 才五寸 就用到了海綿層 一樣 兩面都一樣 你看它在這也是一樣 這個平 平的地方大概只有兩寸多這樣 那大部分鹿角 就是長這個樣 這個 你要很老的鹿 就 有的鹿特別 就像人一樣嘛 大部分長170公分 一百六之幾這樣 有人長220公分的 那種是比較少數 鹿也有這樣 長得很像牛 那麼大鹿就比較少 那個基因比較特殊 體質比較特殊 野牛也是一樣 那個美國有那個野牛 野牛大概是長 大概應該是 多少大概五百磅還是這樣 有那種野牛 那種野牛 比那野牛 長得快一千多磅 然後他 那個野牛 還是白色的 白色的野牛 然後在明尼蘇打 有人就在網上 切他的照片 就很多人就跟他講 你不要切了 你切了這野牛 就會被人家殺死 就會有一些獵人 他把這個獵人 然後拿去買個 我這個特殊的 突變種 那個賣很貴這樣 所以很多人知道有白色的野牛 但是他們不會上網 現在很多人都有那種 上網貼圖的毛病 還是貼影片的毛病 不管好壞 他就貼 像有一個人殺一條狗 他也把它貼上去 為什麼會被人家知道 就是他自己貼的 不是人家去查 只要這種壞習慣要改掉 那這個鹿角 它就那個 這個硬度的鹿角 你看它這個鹿角 你看一下 它這個是 比較小片的 就沒有什麼紋路 因為紋路都被 都被削掉了 因為它削平 你才不會握著卡卡的 要跟這個頂端 跟這個尾端削平 所以它 紋路剩下大概 不到兩公分 所以這個紋路就變單純化了 你沒有很大的空間 它沒辦法 呈現很複雜的紋路 這種道理很簡單 所以它大概剩下這個 一段 這就是 紙的樹皮紋 你常看到樹皮紋 只能這樣 你看這個鹿角 這個顏色比較白 所以比較深 沒注意看的人 沒有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不同路 像有人皮膚比較黑 有人比較白 白的人跟黑 跟稍微不白的人在一起 那個人就變成感覺很黑 就像這樣 這一個比較白 所以這個看起來黑 其實這個 因為那個刀場在裝這個時候 它不會去選 不會去選說 我要選兩個顏色很相近的 甚至染色的骨柄也是一樣 譬如說你的紅色 你說要骨質疏鬆 骨質比較密的骨頭 牛也有骨質疏鬆 跟人一樣 不會一樣 骨頭比較密的 它染色就進不太去 比較鬆的就容易染 染得比較深 那骨質密的 就染得比較淺 所以它同樣染紅色的骨片 每個的色度就不一樣 飽滿度也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刀場會不會去檢 拿色度劑來檢查一下 是不是一樣的才弄一片 沒有人在做那個 那個傻瓜才在做那個 因為你除非你是說定製刀 那也有客戶要求 我要兩片要一模一樣的 甚至要同一隻鹿的 那才有可能 同一隻鹿就是你這個定製刀的時候 它就去拿一段鹿角來 同一隻鹿好切一段 切兩片 一片左邊一片右片 這刀場是不可能的 因為鹿角切好了 一下子幾千片 都切好了 你去選 因為你不是整段的 你是兩片 所以他就拿兩片來裝 就是這樣 因為他只是 我要一片鹿角 就是這樣而已 就把鹿角裝上去 不是在說 我要一片鹿角 條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怎麼樣 才可以用 沒有這樣 那你開玩笑 你在做 做什麼 做這個精密儀器啊 你看 我再給你看 這個日本 對 日本 日本製造 你看 日本人厲害了 對啊 所以日本的 這種 他的這種 細長型的 這個 刀子現在鼓鼻 一直要三百多塊美金 日本人在賣的 他以前去美國人做的這樣 你看他這個 那這個也很漂亮 那這個 也很棒 你看 你看 這個鹿角 有沒有 比較白 這個比較黑 為什麼 因為每一隻鹿角 每一隻鹿都不同 每一隻鹿角不同 而且還有這個鹿角 你看鹿角 大部分的鹿角 都是到山裡面去撿 鹿在掉腳的時候 開車上去撿 好 絕對不是說 我現在要 這個 一百 一百隻鹿角 好 老王今天開 那個 帶一組人 上山 拿槍 去把殺一百 一百頭鹿回來 把鹿角全部拿回來 不是這樣 鹿角他自己會掉下來 沒人掉 然後你去 很少去 是 我現在要鹿角 就去殺鹿 也不是說有人專門在殺鹿 然後 把鹿角收集起來 拿去賣 對 那你要殺鹿 並不是說鹿魚大堆 在像那個 揮舟 那個 什麼 什麼 國家公園 那個 鋼國 什麼國家公園 然後 一堆幾千隻的那個 鹿在那個 岩野上 然後你開車去 用機關槍 啊 把頭全部砍下來 把骨頭 那個鹿角全部帶回來 不是這樣 他 他通常那種 那種 他有那種 這種 血鹿角 就是說 從活的鹿 頭上拿下來的 那也有那個 那個 在地上撿的 那種 因為有的鹿 它上面還有這個 龍皮啊幹什麼 它還沒有 沒有這個 硬化 還沒有硬化 還還 所以你必須等到那個鹿 要掉的時候 你才去殺那個鹿 才可以拿到那個 你可以馬上用的 所以它這個 兩片不同一隻鹿 譬如說 它像它這個鹿 它有的去磨 磨那個藤 磨那個什麼樹 那個樹上面有樹枝 那個 蘊染它的鹿 鹿的骨頭 它就會不一樣 你看像這個 它就比較 裡面有油脂比較多 它就呈現這個樣子 那這個 比較乾的 譬如說它放在野外 已經 兩個禮拜 曬太陽 變會比較白 有的鹿角你以為是骨頭 因為它 太白了 太白了 你看有的鹿 鹿的個性都不一樣 有的鹿都很懶惰 每天都躺在外面曬太陽 它也不會清磨 所以它的鹿角就比較平 鹿跟人一樣 有的很勤快 有的很懶 有的鹿個性很奇怪 有的鹿 有的鹿 會很小氣 就這樣啊 那個 所以你看 這兩隻 這兩隻 就有一點差異 對 那這個 顏色差更多 但雖然說它的鹿角的鹿角比較輕 它不會去挑的 那個 你可能 一面是平的 另外一面是 哇很複雜 對 會崩了很多 所以 這就是鹿角 所以你要挑 你就去買鹿角 就不要買到 這個 這個 事物本來就是有這種 不太一樣的 各種形式 這個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多樣化的世界 哎 要不然你說大家 全部都穿烈菱裝 好像中國大陸那樣 以前那樣 這個世界有什麼可以看 沒有什麼 顏色的啊 不是 那不是說彩色世界嗎 你的黑白世界 我以前在馬祖 那個老百姓都是穿那種藍色的 那種布啊 沒有人在穿花阿力 有一個人穿花阿力 大家就 哇趕快 阿兵哥全部跑去看 這種情形多不多 幾乎沒有 我跟妳講 看了都是穿的 大家都是那樣 暗色的那種顏色 那種顏色 現在有了 現在開放了 那個 還跟對岸 什麼小三充 好 那這個 這個是三吋半 現在這個已經停產 已經停產 為什麼停產 因為這三吋半 它有三吋三吋半 三點七五吋 四吋 四吋 四點八七五吋 很多 然後它現在就可能 不要做那麼複雜 而且 可能跟它的 譬如說它的 這個 生產計畫也有關 它現在做很多那種新式的 所以這種 它的量它就會 限縮 所以它現在就三點五吋就不做 就做三點七五吋 你在行路 你也找不到 這個三點三吋半 我這是大燕山的 這個行路 最近的行路 這邊要三點七五吋 三點七五吋 三點七五吋 那這個三吋 就沒有三吋半 這還有一家很大的 它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三吋 三吋賣多少錢 古餅 不是一百二十一點九 記著 三吋賣一百二十一點九 三吋半的 想想看 譬如說一百五十塊 那個 古餅 那一百五十塊跟那個 鹿角的 大概差五十塊 大概一百塊 看大小隻 給你差五十塊好了 那就是兩百塊 這個三點七五吋 三點七五吋 三點七五吋 三吋 沒有三吋半 它這幾年前就停 它很多型號 以前暢銷的它也停 以前暢銷的也停 就是有時候要 產品要簡單化 好 這個是 這樣 它這個是 這個有弧度 這樣 太 容易滑手 這前面是 它這個是內合金 你看像我們那種Case 很多它都用這個銅的 這個是內合金 內合金 內合金 內合金其實也有很多種 大部分都是有個 你看它很像那個不鏽鋼 金光閃閃的 炮亮的話 這個金光閃閃的 因為它有個跟鋁 鋁 鋁 它也跟不鏽鋼一樣 會產生一個氧化層 就CR203或AL203 就在表面保護 所以它也比較不容易生鏽 而且它硬度比這個銅 比銅還硬 所以它不太容易 隨便就產生瓜 比較耐 對 但是 你不要以為內合金 它就 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它有的時候也會產生銅力 然後你內合金要很超出 因為它裡面有銅的成分 所以銅的部分跟 跟 那個氧化 深層 顯示碳酸酮 那個 銅是CU CU O2 CO3 檢視碳酸酮的化學式是這樣 然後這個 所以你不要以為 這個就 確保 那個 萬代這個 永遠都不會這樣 現在有一種用噴的 把它噴在上面 它可以隔節 那個 空氣中的氧 它 只要沒有失效 你給它噴了 它就可以用化學液 它就可以隔節 就一直保持 就是這個亮晶晶 以前刀場是沒有這種化學的東西 刀場 是一個科技比較弱的環境 所以他們很多都用噴這個 拉扣 就是漆 整隻刀給它噴漆 以前八克110也有這樣 就整隻刀給你噴漆 那你要用的時候 你再把它那個漆弄掉 反正你要用漆就掉了 那你要把它用很快用掉 就是很簡單 你拿溶劑把它洗 洗一洗 譬如說那個 丙銅 或是 這個什麼 那個 甲醇 工業酒精 它也是一種溶劑啊 好 那個這個是 我們講的是 背手折刀 你看那個 那這個 你單手開 那單手關著 會這樣 舌 小心不要被割倒 這個 二刀綠 好 它這個是 大馬四格 大馬四格 它為什麼用石刻 你知道嗎 它就是這個大馬四格 剛做完了以後 你沒辦法先做完 先打完這個鋼字 然後再去反 對 再去折疊 不可能嘛 折疊完這個鋼字就不見 所以你都在大馬四格折疊完以後 去打鋼字 大馬四格折疊完呢 也都大概就是58度以上 硬度 弱勢硬度 那時候打下去 你很耗這個 這個 魔子 很多魔子都會 被魔耗 魔耗就是 打打打 譬如說你打幾千隻以後 它就 字就不清楚 所以他們用雷射嘛 雷射管你的 雷射是光嘛 它不會消耗 光的話它就會在上面失刻 所以它現在就用石刻 一面石刻 另外一面就沒有 現在到部分很多人都看石刻 但是石刻有一個缺點 不太明顯 不太明顯 那它這個折疊鋼 它這個鋼材在哪裡 阿拉巴馬州的 阿拉巴馬州的那個鋼材 應該是有一家叫 有一個 它那個人是誰 對 名字好像叫 好像叫 Blaiderbys 好像叫 Bys Bys 它的這個 阿拉巴馬的鋼材 鋼材 大馬市的鋼材 它這個就512層 512層是怎樣 它就兩種 兩種鋼 兩種不同鋼 一個應該是低碳 那也有一種是 有含這個 Niko Niko 是鋰 有含鋰的 兩層 然後換一層變四 然後八十六 三十六 是128 那麼 512換了八次 它就變成512層 所以 這就是美國傳統的 那個 大馬市的鋼的製造方法 那它要換成這個 流沙紋 就是你要換的時候 要很 很規律 不能有 扭 扭期 還是說 這邊打多一點 那邊打少一點 然後舌疊 都要有一套工序 所以 舌疊出來的話 一條一條一條 你看這一條一條一條 有沒有 很清楚的一條一條 有沒有 你在這個彎彎的地方 它還在一條一條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 這個彎彎彎這樣 過來 它要去找 找那個紋路那個地方 然後去切割 這個 這個 鋼彩 就是說這個 這個大馬士格 他摺疊完 送到刀場來的時候 他是 他是這樣 就是說 一片 大概這麼大 那個 有厚度 就是你要多少 他就給你多厚 然後你要去把它畫 用 有人用白筆 就畫 畫這個刀的外型 畫完以後拿去給 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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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鋸子是什麼鋸 是那個鋸床 就是 立起來的 那個 有那個鋸帶 叫Band saw Band saw 鋸帶 鋸這個缸 專門在鋸鋸的 那個通常都是 15N20 15N20 15N20的那種鋸材 鋸材 那個 把它這個刀型 鋸出來 然後再去 拋這個斜面 這個斜面 你看它這個斜面 它這個是瓶模 現在很多刀都用凹模 它這個是瓶模 你看那個 光線 緩色 它是整面的 都沒有一條線 所以它就是一個瓶模 然後瓶模 所以它去研磨這個 研磨 然後再 這個是主要斜面 然後再研磨這個 次要斜面 就是 潤岩線的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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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中文講什麼開鋒 其實這個都錯誤的講完 不是叫開鋒 是開斜面 鋒 所謂鋒就是一個 銳利的 的 外延 才叫鋒 那你開鋒 其實它這個刀場 它只是把你這個 斜面磨出來 讓這個 買的人 他要磨力的時候 他就可以順著這個斜面 這個角度 去磨 去磨 你就可以 比較 精準 而且比較審視 就替你磨好了嘛 就是那個斜面 你就貼著這樣磨 雖然說 我還是沒辦法磨 因為 感覺不出來 那是你啊 剛開始當然你感覺不出來 久了以後有人這樣 他就可以感覺出來 這個也貼著啊 開始磨 就這樣 這個都要花時間去學習 那 這個就是512層 現在熊魚子 他現在已經換 換416層 現在講新的刀 他會跟你講 我這個只有416層 中國的 我上次看他們在講那個劍 他有2萬多層 他把這個車子 我說 我才不相信他2萬多層 他2萬多人 也不是兩片去存 他們都吹牛 所以他認為說 你認為夜多層的 剛夜好 所以他就一直給你灌損 五一夜不夠看 五千一百二十 他這樣講 五千一百二十 那有人就五千一百二十 好 那我說 2萬 2萬5千層 他就這樣 我看他們賣那個刀的介紹 是這樣 那個 剛剛不是說 我寬幾層 比較好 你要 樂處理 大馬斯克沒有 你摺疊 但是你要摺疊得很好 摺疊效能很好 裡面不能有夾渣 所以你要一直打打打打 把那些雜質都打出來 你不懂這些東西 或是你技術不行 你經驗不夠 你剛剛翻翻翻翻 你五一層也沒有用 懂不懂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他416層是怎麼樣 他就是現在就用四種鋼 四種鋼 我跟你講五一二他就用兩種鋼 所以這個做就不一樣 四種鋼他怎麼疊 他就有一種是五一六零的 那個叫做彈簧鋼 五一六零鋼用四片 然後中間每個都插三片 四種 這樣就四種 每一種都插一片 那就三三得九 九的話加四片就十三片 十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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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一次就二十六 二十六再換一次就五十二 五二再換一次就五十二 一零四 一零四就二零八 二零八再換一次就 就四一六 二零八四一六 四一六就換了五次 那你一般兩片都要換八次 是五一二嘛 那他要換四片十三成 十三片 四種鋼十三片 換五次就四一六 所以就這樣 看過英國寫二十三成 你那二十三成沒人買 那二十三成 查人家五一二你二十三 你看人家賣那麼貴 賣幾百塊美金耶 人家這個中國的賣三十塊 人民幣 你賣那麼貴 你這個好意思 你才二十三成 才五千成 不是這樣 就是你不懂這個原理 就像你講硬度 所以那個大法師剛才硬 就有寫六二度 這不是硬 這種東西硬度的話 它就容易折斷 鋼的好壞要堅韌 堅韌就不是只有硬 它要有勞性 有一點勞性 你知道那個西洋劍喔 以前的西洋劍折了就斷了 不過西洋劍可以這樣折 然後 它那個就是它的 它的特色 它的勞性 它不容易斷 早期日本五四刀 你知道日本五四刀 上戰場每一根都要斷 每一次打仗都要斷 沒辦法 因為它就是沒有勞性 對砍就斷 所以你不能拿這個刀刃 跟人家刀刃對砍 你一定要拿這個 刀片的邊緣這樣架開來這樣 所以你 所以後來日本去研究 才改 這個才沒有那麼容易折斷 要不然早期都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以為硬 硬的東西就是脆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硬的話你碳比較多 你就容易脆 我們的鋼材是這樣 就是說 剛才你假如說你沒有韌性 你只有硬 它到一個力量的話 它就是抗折強度 強度到了它就斷 那你假如有韌性的話 你到強度到了它還不會斷 它還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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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撐 然後你晃開來它會回復原狀 這個叫做 E的POINT YIELD 它就是你鋼鐵也是一樣 你一直拉拉到一個 拉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給它晃回去它會回去 但是你一直拉拉到某一個階段 不回去了 它就變形就不回去了 不會有什麼技型的 什麼技翼 技翼合金 人家會記住它原來什麼形狀 你給它搞好搞 一放開以後它又回到 回復原來形狀 它又不會 它就是它的降伏點沒有那麼高 你拉到一個超過它的降伏點 它就不回來了 它拉到超出一個程度 它就斷掉 那個叫做抗折 抗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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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鋼鐵也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以為 這個鋼鐵硬很多 我幾乎百分之九十的人 我碰到了 我講印度多少 印度多少 他只知道印度 印度在那個葉蘭旁邊 那個印度 那個 你這個鋼鐵你要有韌性 所以他們在英文裡面 它不是講hard 他是講tough t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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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不會講說 這個人很hard 很硬 他說這個人很tough tough guy 這叫做不簡單 很難採 這叫做會怕他才用tough 不是說這個人是一個hard man 他是一個硬的人 硬的人幹什麼 硬的人就是死硬一塊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鋼材你要靠它熱處理的結果 你也不是說鋼看它的硬度怎麼樣 也不是說光看你多少層 多少層 多少層你沒有用啊 你假如說你這個持韌不久 你也很硬沒錯啊很鋒利啊 然後很快就鈍 這個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大馬四格鋼不是在看 看你那個這個硬不硬 大馬四格鋼你用顯微鏡看的時候 它會有鋸齒狀 鋸齒狀 因為它是不同的 鋼材這樣疊層疊層線 它不同的話它就受到這種寢濕的 它就會呈現出不同材質的差異 它就會有鋸齒狀 不是說一層的 平的東西就是 大概同樣材質的東西 所以你處理的時候它都是平平的 這個韌岩的話 全部都是很平實的 那個東西不是叫鋒利 有的時候鋒利不是看那個 你看鋸子可以把鋼鋸斷 刀片可以不可以把鋼鋸斷 鋸了之後把它鈍掉 為什麼 因為鋸齒它就有這種差異性 它在鋸的時候就是摩擦 它有產生較大的摩擦 所以它可以把鋼鋸斷 我剛才講你大馬四格夠硬了吧 但是它的那個 鋼鋸鋸 專門在鋸大馬四格的刀配 就是把大馬四格刀配鋸一個形狀出來 一個刀型出來然後再去研磨 對不對 可以來鋸很堅硬的鋼 它不是大馬四格 它是一種特殊鋼 就是像那個15N20 對 就像這種鋼 所以你很多觀念都比較錯誤 錯誤而且不曉得錯誤 還以而傳而 在網路上亂七八糟 看一些人在發表 都是外行的人 它不是寫這個的 就是東超西超 人家講它什麼它就是是什麼 這是外行的人 因為你不懂嘛 不懂你不曉得人家講的對還錯 所以人家講的錯你就到處傳錯 就這樣啊 就是錯然後到處 所以網路上的文章很多都是錯的 你行家你才看得懂 他講的對還是錯 書本上的大部分比較正切 因為書本都經過驗證 你要有相當的身分 然後就相當的邪識 背景 那才會找你寫書嘛 要不出版社那個錢不是偷來的 他出版社出版一本書 美國有的是出版一本書二十萬冊 你看他花多少成本 所以有的人為了要寫書 他幹什麼辭職 到一個譬如說到加州一個天氣比較好的地方 清那個地方幾個月 然後寫這樣 古代這樣 現在也這樣 我有一個老師 他就跑到那個 他是到德州去 寫一本書 他出的這種人工智慧的書 他就這樣 就暫時 那一年沒有上課 暫時休假 就這樣 所以你不要以為 那個書本 印出來的書 大部分都是有寫者 還是有寫有專長的 那你網路上的亂細胞 那都是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在看那些文章 你要懂得到哪裡看好的文章 要懂得篩選 懂得比較 要用腦袋 眼睛看 耳朵聽 用腦袋去思考 腦袋要幹什麼用 要想 不是腦袋拿來不用 只在想那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也就是要思考 那中國人就是 台灣人 華人 都不懂得思考 所以很多花明 現在近代的花明 都不是 都不是華人花明 都是西洋人花明的 你只享受人家的成果 像中國還更糟糕 那還盜竊人家的知識財產卷 還不知悔改 還在說我可以減低這個學習曲線 這種就是很不要人 你要多思考 你才會進步 你多思考 你會慢慢融會貫通 你才會變成你自己的養分 變成你的邪問 你有思考你才會慢慢進步 你不思考你就永遠在那邊 在那邊什麼 人家抄人家 或是人家跟你講什麼 你就聽 永遠在那個小學生的階段 懂不懂 這個大法式的綱 這個是傳統的 中國還是有一些 印度還是有一些地區人家 然後他 大馬士格斯公園好像是二世紀 那個西里亞 挖明出來的這種 那種鑄建的方法 那個斷打的方法 這已經失傳 現在已經沒有了 就是說你沒辦法 因為他這個東西就是 被環境淘汰 都跑去做別的東西 所以自然就失傳了 那個 現在很多人在吹牛說 發現古法的 製刀的鑄建法 中國很多 每個都這樣講 因為大概有樣解樣 大家都講我這個是 發現傳統的鑄建法 欸你不寫 你就沒有生意啊 因為別人 別人比較會騙啊 所以你不騙你就沒有 所以變成大家都騙 一個台灣人 他也在騙 他也在說他發現 什麼傳統的鑄建 胡說八道 你去哪裡發現 你要發現 你只有到那個 古書裡面去找 找看看有沒有人家 那個不小心把它記錄下來 以前很多鑄建的人 他不懂 不會寫字啊 不是字啊 八字是一個啊 他就沒有留下來啊 他只能傳給徒弟嘛 徒弟沒有寫好 一百分變成九分 厲害的徒弟會青出於藍 青出於藍勝於藍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那你不厲害的徒弟 師傅教他一百分 剩下五分啦 那再教徒弟剩下零分 最後徒弟不做啊 會餓死啊 他沒有功夫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要去懂得思考 這個大法師格已經 已經失傳了 大法師格的 鋼的製作方法 那美國他這個是美國的 他們的傳統的作方法 那就兩片去換 你不要以為這換很容易 兩片弄起來 加熱喔 這樣就換錯了 在派克刀場在1970-80年代的時候 他做 做80年的84-86 做跟一個製刀名家做合作 這個製刀名家做一支 到四五公分 到一千五百塊美金 大馬四格 但是他 跟他還做大量生產 大量生產就不可能賣一千五百塊 賣這個一百五十塊都很拼 因為大量生產 你價格低才有很多人買 對 那你價格那麼高 就幾個人買 你像臭豆腐一樣 你要賣四十塊三個臭豆腐 還是二十塊三個臭豆腐 那你賣四十塊 你有三百個客戶 你自己就要取捨 對 然後他就要大量生產 大量生產 結果他們也四百 有三萬六千塊的大馬四個鋼 全部 熔掉 就是說 全部報費 他要做很多 而且要大量生產 不是那個一個人在那邊搞搞搞 那不可能 一定要很大一個廠房 很大一個好幾亩的廠房 然後那個要很多設備 很多模子 還有模技師 要師物很多人 這樣才可以一下子生產 一下子生產多少 十萬片 怎麼生產 一個人怎麼生產 一個師物 從早到晚 他大概做十片 一下子十萬片你怎麼做 你一定要設計成這種生產線的方式 要分階段來講 而且要很流暢 過程中的檢驗 還有譬如說這個 那個斷打的過程 材料什麼 這些通過都要設計好 你才可以加速大量的生產 所以後來這個派克的島廠就關門 就是因為去搞這個大馬四個鋼 所以搞到財務發生困難 破產 就這樣 破產然後婚家 婚家很多 我們現在譬如說我們兩個合作嘛 上面的刀 刀跟上面有兩個人的名字 現在婚家了怎麼辦 所以都要做會 賣給我也不對 賣給他也不對 上面有兩個人的名字 那你不能張三百 然後上面有李四的名 他們是說他們把他做會 我是不曉得啦 那有沒有 外面聽說有流出來一些 詳細情形不太知道 他講的是這樣 他講的是講 人也不在了 我們就照他的講法這樣講 所以大馬四個鋼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大馬四個鋼會那麼貴 這個刀賣六十塊 一般的鋼刀 大馬四個賣一百六 差這麼多 那就是很麻煩的 而且會失敗 就像你在射箭一樣 今天心情很好 吃很飽 然後這個睡覺睡得好 這個女朋友 這個常常來信 那你就 每一劍都射這種紅線 這個女朋友跟你再見 全部都射到那個把外面去 就是這樣嘛 所以師父今天身體不好 他在打對不對 他也可能力量不夠 裡面最後做出來他有夾渣 這個就是有這種情形 他並不是說那個化學 就是化學喔 你在那邊做實驗 弄不弄 也有失敗 我以前學化工的 別人做出來有結晶了 你沒有 我都一樣啊 我跟老師講的一樣 多少多少多少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的事物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結果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看書是這樣 你照書去做 就真的結果就是這樣 很拼啦 你還要很多經驗 不是說這個看看書 你就可以變成四刀大師 好 這個刀 看一下 那這個是延場刀 你看我以前一直在一再講 那延場刀案 就是在刀場 把這個鞋邊開出來 像這麼小的刀 大概就一二三四五秒 用一個沙袋輪 就是他那個 有那個袋子 沙子袋 然後在兩個輪子這樣轉 然後他就在這個桌子前面這樣 啊 咦 就這樣 就磨好了 就這樣喔 那你要他多鋒利 多鋒利 這個所以就叫做延場刀人 延場刀人就是叫做沒有魔力的刀人 這個名字的話你就不會誤解 但他就給你延場刀人 那中國人講開瘋 他以為這樣磨就很鋒利 那個錯誤的觀念 那個錯誤你都不曉得 你就一直以為 如果買一支刀回來 就應該要很鋒利 因為你要鋒利 你一定要去過水磨石 要把這個韌岩都拋光了 他才會不會拖泥帶水 對 那拋光的話你要會 反光才會 才是有被拋成鏡面 所以最光的就是鏡面 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他這個延場刀人是怎麼樣 你看他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白線 那一條狀的白線 那個就是他的刀 刀的刃岩的斜面 你看他會晃光 可見他這個不是很粗的那種機械 機械砂紙 譬如說這個那個300號 某不是那樣 400號、600號 某都不是 他這個一定是 因為大馬士格的刀很貴 所以他可能就找人工去這樣做 去磨 或者是用比較貴的 鑽石磨 鑽石磨盤 它那個是圓的 這樣 現在很多那種剃刀 它都是用鑽石盤磨的 以前是用人工的 在那邊磨了幾十分鐘 現在每次用鑽石很快 因為鑽石轉的很快 然後他只要換盤子就好 那個很快就磨了 會發亮 那就馬上就可以 剃刀就可以用 要不然以前的剃刀 你買來你都要拿去給私物磨 要40塊美金 要花40塊美金 這樣要把你剃刀磨力 因為來的剃刀都是沒有力的 都是只是工廠做好而已 那他這個你還是會發光發亮 你看他這個看不太出來 有機械人很細啊 你看不出來 因為我這眼睛看 我看得出來他有一點點 因為他這個沒辦法 完全拍得很清楚 沒有背景他拍不出來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這種圓場刀磨 他是比較 比較精細的 比較精細 你看他這個 這個很利就是這樣 你看他 你輕輕一畫就這樣 這個在磨 你在用水磨就這樣磨 然後再用皮布袋 那就更 更嚇人 往那邊 對 有人敢一刀給他割這個刀 你就可以 帶回去 這個算 這個還是叫圓場刀刃 因為他 他只是給他磨力 稍微磨 磨好一點 並 還 在離我們講的真正的風力 可以砍斷頭髮 還有一段 好 那麼 剛才有教你怎麼用 單手開 這一支 3.5寸的大馬四個 鹿角餅 蛇刀 就加到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